昨天晚上其實我 算沒有睡得很好 但是也沒有到多失明 好爛的答案喔 就是一個中間 一個 balance 一方面也是緊張 就是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拍得好 然後泡明年會不會突然長個痘痘 會不會突然睡腫什麼之類的 就想東想西想東 剛剛有一個是 在一個好像 因為我躺在地上的一個 我覺得自己超像什麼 夜店外面然後喝醉 剛才蠻像被剪屍 那個工作人員說他躺平的時候 我想說 他看不出來 我有182公分嗎 這也大概只有150公分 就原來是腳要在上面 創作北極光這首歌的時候 是我當兵已經快退伍的那個時期 就是大家俗話都說 退伍前八字琴這樣子 那一段期間我身體真的是蠻虛弱的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我的人生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該不會我這個 那個味覺就這樣從此就消失了 我就拿起吉他彈一彈 說不定我就會好起來 結果我就彈彈彈著彈著 我就想像我很像在一個深淵 可是因為我明明看到光 但我卻摸不到 曲就這樣哼出來了 然後此副歌第一句那時候 就是這樣唱出來的 然後這首歌就這樣 莫名其妙要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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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